别跑 站住 别跑 该死的灭架 为了让我替架 居然给我下面药 别跑 站住 妖玉 我找了你三年 究竟在哪 难道三年前你救我那一次 是我们这辈子最后的相见吗 什么 奶奶 就算我现在腿脚不变 也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女人 就能配得上我吧 赶紧开车 后面两个人是在追你吗 是又怎么样 赶紧让人开车 不然我现在马上开车 老狗 转帮 嗯 拿着玩具枪来抢车 你出门是没带脑子吗 没有 误会 误会 就是给您开了一个小玩笑 上来上来上来 上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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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啊 这枚戒指价值两千万 算是愁了赶紧到我跑 这不是奶奶送给叶家做聘礼的结婚戒指吗 难道 这女人就是奶奶指婚给我的夜今晚了 这不是奶奶送给叶家做聘礼的结婚戒指吗 难道 这女人就是奶奶指婚给我的夜今晚了 好 重新开车 是老板 快上来 停车 别跑了 好些 总算跑掉了 把手拿开 啊抱歉 我说的是你另外一只手 啊 这手怎么面前软软呢 还不赶紧拿开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捏的 滚 你这么生气 是不是捏坏了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去医院的话 是不是得顺便治一治你的脑子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有没有读过数啊 一点礼貌都没有 停车 立刻给我滚下去 谁先做你这破车 脾气这么脏 我今天去医院检查南科的事 顺便看一下干货 我怕你英年早逝 喂师姐 姚月 组织需要你调查傅思彦 看她是不是操纵世界经济的幕后操盘手天鹰 傅思彦 听说她是个双腿残疾的人 怎么可能是操盘手天鹰 这个需要你去确认 这个需要你去确认 我们对天鹰的唯一资料 就是她腰部有六芒心纹身 至于傅思彦的资料 我已经发你邮箱了 好 保证完成任务 好 车上那个变态男人 竟然是我要嫁的傅思彦 操盘手天鹰 车上那个变态男人 竟然是我要嫁的傅思彦 操盘手天鹰 白痴女人终于滚了 开车 等一等 你又干什么 抱歉 刚才说我不好 纯老的先生您 我现在郑重的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我 刚才要走的是你 现在赖着不走的还是你 你当我的车是公交吗 想上就能上 都是误会 没有 趁我现在还没有发火 立刻 从我的车上滚下去 我刚才才发现 你居然就是我要嫁的男人 我自然是要跟你回去 而且 我误打误装上您的车 这不就是冥冥之中 注定的缘分吗 你说呢 我能告诉你 我对你这样的女人不感兴趣 最后再说一遍 下车 真的不打算帮忙吗 我为什么要帮你忙 既然富少这么不尽人情 那我就只能打电话 给傅老夫人了 我相信他 他一定会派人 把我接回傅宅 等等 这么点小事 就不用麻烦奶奶了 既然叶小姐想赖着我 那我就陪你忙 这么点小事 就不用麻烦奶奶了 既然叶小姐想赖着我 那我就陪你忙 谢谢富少 开车 好 糟了 没有办法 喂 没事吧 喂 醒醒醒 醒醒 你 要不要找个地方 把这个女人丢下去 不用 丢了解决不了问题 先带回去 好 你先出去 是 怎么神秘看不到 我得想办法看到他是不是电影 看够了吗 没有 要不 要不 我帮富少换衣服吧 你碰我 不过就是换件衣服而已 富少那么提防我干嘛 该不会是怕自己会爱上我吧 叶小姐 你也不看见自己的容貌 你觉得你配吗 我是长得丑 可富少 你也是个瘸子呀 咱们王八配绿豆 这好天生一对 那好吧 叶今晚要不要脸 听好了 我不管你靠近我是什么目的 我对了 没有半分兴趣 好 可是 我对你感兴趣的很啊 就怕你之后 被爱上了 痴心忘想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不会爱上除他以外的 他是谁 妖月 一个比你强上千倍万倍的 什么 你居然喜欢妖月 什么 你居然喜欢妖月 喜欢妖月不是很正常吗 他居然喜欢我 难不成 他喜欢你 你觉得你配吗 可是 我才是富太太呀 富少 再怎么喜欢妖月 也只能单相思呀 你给我闭嘴 富少别动动 容易 伤肾 你行动不便 还是我来帮你换衣服吧 别碰了 给我滚出去 不是要这么排斥我的触碰 该不会 身体后面不行 把我发现吧 叶静婉 你在找死 找死倒是不行 就是想验证一下我老公 你可别到底行不行 叶静婉 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还有没有那修饰心 修饰心还是有的 不过新婚当天 我老公就对我这么没有兴趣 我要是再不堵动一点 我这传出去 多没脸呀 我什么都看不见 他不是我要找的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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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就没必要死趁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 刚刚还对我热情似火 现在却冷弱病床 叶静婉 你是在跟我玩玉琴故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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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耀月 情报有物 你确议 你确认傅子也不是天衣 嗯 该死的 腰下没过 力气还没回复 你怎么还没走 是不是还想打我出去 傅少 脸是个好东西 麻烦你剪折点 别掉光了 再说一遍 好话不说第二遍 恕不奉陪 老大 今天是你的新婚宴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你是刚上完电视花边新闻的 傅家二少爷 没想到嫂子你还认识我呢 干什么 干什么 我呀没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和嫂子说说话 傅清雷 这是我结婚的新婚 你给我滚出去 不好意思 没注意到你这个学子也在 嫂子 傅思宴就是个残废肯定满足不了你 不如今天就让我来好好冲击冲击你的 傅清雷 我警告你放开我 我就不放开 咬我不成 傅清雷 我命令你 立刻把他放了 臭血 傅思宴 还在这里威胁人 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从前那个 呼风唤雨的傅思宴 所有人都得臣服呢 不管我是不是空前的我 我都有的是手段废服 说大话你不怕闪个舌头 你是不是忘了 老子现在才是傅市集团董事长 信不信老子一句话 就能让你从傅家滚出去 是吗 那你尽管试试 那老子今天就成全 我突然觉得他你不够解析 你不是让我别动他吗 我就让你亲眼看你 你这兴娶的老婆 是怎么在我身上欢叫的 你给我滚开 叶晴雯 你应该还手 那金牌你站不住手 不是立刻让你碎尸万段 等你怎么着呢站起来 再说碎尸万段吧 你现在就给老子老老子的看着 嫂子 我功夫肯定比这个废物强多了 我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 哎呀 我劝你 我劝你放抗 小不然 我比你双倍偿还 双倍偿还 要吧 你说跟我来两次吗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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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他就是个废物 就算我帮你发光了 也不知道拿我怎么样 嘿嘿 哎 哎 看不出来 你跟女人还挺辣的 你身材着我好 你很刷下的脸 应该迎来吧 明天 想我好好看看啊 不准拆 你 不准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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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腰月 你不是犬子 你 你是腰月 你不是犬子 混蛋 你敢碰我的女人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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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沒事 你不是腰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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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用你这种人家重生快乐啊 啊 啊 還妄想做附加家主 你也 最好倒死你 來人啊 快來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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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啊 啊 他打我 他打我 那你放心 媽一定给你報仇啊 嗯 死司业 你怎么 怎么站起来了 司业 他就是装的残废 你可能够帮我打成什么样 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妈 儿子 你放心 妈已经帮你报仇了 我司业 我命令你 你可跪下 给我儿子上去 儿子 你放心 妈已经帮你报仇了 傅司业 我命令你 你可跪下 给我儿子上去 跪下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在我面前指使花椒 我是这个家的二夫人 是你长辈 长辈 就你也配 好你个傅司业 都这样了 竟敢还如此目中无人 没人呢 他们 给我从部件拖了出去 我看谁敢动 副少 看样子情况不太乐观 你能搞定吗 不过几只蝼蚁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 我司业 你还在这儿打肘脸冲胖子 老子才是集团董事长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死了 那你就试试看 试试就是试 老子就让你看看 到底谁才是蝼蚁 立刻给老子跪进来 马上就会有人进来 不想死的太难看 你现在就跟我跪下道歉 说不定我心情好啊 就把你们俩都放了 我副私业 从来不需要看别人影色形式 那等会儿可别给自己打脸啊 二少爷 把他们夫妻俩给我丢出去 现在就挨着老子的眼 是 别碰我 别碰我 从现在开始 谁再敢上前一步 现在就让他从分家滚出去 副私业 是不是还没认清自己是谁 我 副青黑 别说副氏集团 就是这个副总业那些老子的 副私业 就是个屁 懂吗 那未必 怎么着 你还能让董事会把我开除了 你说对了 我还真能让他们把你开除 笑死我了 副私业 有本事 你现在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把我开除了 既然你这么请求了 那我就成全 把之前让你调查的结果送过来 副私业 你少他妈在这儿装神弄鬼吧 你不是有本事吗 给你一小时 让董事会把我开除了 不然 现在就把你丢出去 不用一个小时 十分钟足够 你的命运就会天翻地覆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差点都兴了 你确定你有把握吗 不用担心 你迟早会离开福家 再不是现在 我不懂 这是半年前 制造车祸 都找不少的证据 不可能 这就不消灰了 我 你们不过来找我的 青梅 你怎么不把这些尾巴藏好呢 青梅梅 我不能担心 赶紧 赶紧 给我帮打电话 你把他一直在国外 你帮不上咱们呢 别奢望了 你完了 东西 志愿过什么时候到 东西 志愿过什么时候到 半个小时 四叶 你就找了青梅这一次吧 你赔钱 生活的事情 已经有其他原因 青梅 快 给你打个跪地求饶 不可能 这些都是假的 其他做的自认是我 对了 你还可以再看看这个 怎么会 你怎么会站的 做事只能百分之五十三种 算 什么 董事会人民罢免我 现在 你觉得到底是谁应该从傅家滚出去呢 都是你搞的鬼 对不对 对付你 还不需要废我什么脑细胞 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话 我 死人 要怎么弄死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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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 放开我 儿子 老婆 刚才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你就怎么欺负过去 今天有我在 让你把气出垢 好 那就让二少爷跪在地上 给我磕一百个头 把自己脸打肚 好 那就让二少爷跪在地上 给我磕一百个头 把自己脸打肚 也是我 吴家 终于 你今天对我提出这种要求 说话的时候用脑子想清楚 从这一刻起 你就不再是附家的继承人了 光是那些证据 就能让你把牢底坐穿 我是父亲牌 你应该让我去坐牢 明晚不灵 把他给我摁死了 你也挺晚 这个街上 你又那边干嘛 你不敢令我动手 你不信不着 我们一个个都困住部阶 动手 今晚 这几切都是我的手 就饶过我儿子了 这个头我来磕 我来磕 给我狠狠地磕 一百个一个也不准杀 啊 啊 叶秦婉 我妈妈要弄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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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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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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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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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简直要把清佩给弄死了 还不快把二少爷给放啊 你没听到老夫人说话吗 这个家还是老夫人说了算 那也轮不到你来说 奶奶您病这么重怎么还来了 事情我都听说了 再不来呀这个家就要上了 我在清理家里的败类 所以才不想惊动你 行呐先让他们把人放了吧 父亲培不能放 他这段时间不断的在外面胡作非为 我要是再不给他点教训 恐怕他都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但他毕竟是你的血亲 一个堂弟而已 你 你就是叶家那个嫁过来的 叶金网吧 是的老夫人 我知道你刚才受了点委屈 但这种事情传言出去 对你和傅家都极其影响声誉 稍后啊 我让人给你做点实弹的补偿 这件事就此罢了 你看怎么样 抱歉老夫人 您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你一个小门小户出生的丫头 竟敢不答应 小门小户也是人 即使我不说 事情也会传出去 到时候大家只会嘲笑老夫人 年老昏庸 才会让傅家乱伦 到时候大家只会嘲笑老夫人 免老昏庸 才会让傅家乱伦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 看得是我当初选错人哪 老夫人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跟你争执 但是不仅仅是我忍受着 外界的乌言慧语 将来傅少出去 也会被别人说 他被自己的亲兄弟戴了绿帽子 够了 别再说了 那叶小姐 今天这个事情你到底想怎么解决 刚刚思燕说 要把二少爷的腿打断 这件事情还没完呢 不要 奶奶 你快救救我 打断我的腿 还不如杀我奶奶 二少爷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仅要把你腿打断 还要把你从傅家赶出去 这样对我跟思燕才公平 您觉得呢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面子吗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是规矩 犯错要认 挨打立正 那好吧 妈 这绝对不行 你说了不算 给我打断他的腿 给我打断他的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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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到奶奶的面子上 放过这一会儿 再有下 就不只是这条腿了 今天看到奶奶的面子上 放过这一会儿 再有下 就不只是这条腿了 你就这么放他们离开 可能会有些后患的 放心 就凭他 还掀不起什么风浪 自以为是 刚才他腰上没有纹身 怎么突然出现了 难道他这纹身 得在特殊情况才能出现 这女人到现在还在盯着 果然对我心存幻想 看来不死又生生还未明 这一事半我也不能离开 实验 现在清陪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处理你们的事情呢 什么事呢 跟你身边这个女人离婚 不行 住口 我跟实验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 老夫人 总之我是不会跟实验离婚的 能得到你同不同意 但是要不是看到你的八字 跟实验相合 就凭你叶家小门小妇 也能进得了我妇家大门 何况她还这么丑 实验 现在赶紧把她赶走 奶奶 虽然我跟叶小姐 只是仓促结婚 但我并不打算临时换妻子 奶奶 虽然我跟叶小姐 只是仓促结婚 但我并不打算临时换妻子 你疯了吗 你可是傅思叶 像她这种身分背景 又丑陋的女人 怎么能配得上你 配得上我们傅家 我已经决定了 奶奶 您就不用再说了 你 刚才在奶奶面先护着你 只是因为暂时还需要你帮我顶替附她的这个位置 至于其他的 叶小你就别痴心忘想了 附上想多了 我承认我长得不如那位央月漂亮的 但傅少未必就对我有其他的心理 少在我面前玩欲擒故纵这一套 我对你这个人 这张脸 没有一丝心 那傅少 一定要记住 今日说的话 可别在某日 打脸呢 你放心 这辈子 哪怕是下辈子 我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愿 那我就提前祝愿富少早日找到 这不是你和谁的事 这不是你和谁的事 啊 更可怕 我们已经结婚了 一切来日方程 你怎么这么一直不顺着呢 那我今晚还得 看着我吃 小巴是真猛 可为什么他的侧领 腰远那么小 我一定要调查起来 昨天今天睡着了 糊塞的样子 难道 你还在洗澡 我明天看着你 我只是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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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男人腿圈怎么好看 嘴那么动了 想不到叶小姐 还有脱窥的皮肤 复杀不悔了 我是想看谁在里面洗澡 妈 敢不敢认 我看到自己老公 有什么不感人的 这三千净什么都看不到 这顺风什么呢 叶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昨晚你刚说过什么 我昨晚只是说 对付上这个人不感兴趣 我又没有说 对付太太这个身份 不感兴趣 我昨晚只是说 对付上这个人不感兴趣 我又没有说 我对付太太这个身份 不感兴趣 叶新婉 够了 副手 你昨晚请我一个新婚宴 我作为妻子 向你讨回来 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说了 我说了 佩妻 这是一场猫着老实的游戏 无法逆袭 这是一场早已知的结局的游戏 个别的消息 我不想听 不想看 叶新婉 你走 我找不着死啊 你不知道 但是付上 一定舍不得我走 要的人啊 你想听到我感兴趣 真理论我不会在你回去 游戏 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想尸戏 她究竟 是不是尸戏 我现在是会赶你出去 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所以 别再一次次挑战我的忍耐机械 喂 什么事 傅小梅那边在联系黑龙帮跟董事会的人 接下来可能有动作 需要你尽快过来一趟 好 知道了 我马上过了 我现在过来 看来傅少今天 没办法满足我了 我 你别再说我 你别再说我 你别到时候回头 自己对我恶朗普什就行 我还是那句话 这种事情 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叶小姐就别白日做梦 但愿 别打脸 不过我挺好奇的 傅少到底喜欢妖月什么呀 你认识他多长时间了 你了解他多少 就这么死刑他低 你没资格这么问 我就纯粹好奇 把头上过去 我看我自己老公 有什么需要回避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看 那就看清楚了 说了 傅少这么怕被别人看见 你某方面 不行吧 行与不嫌 我都不会找你来证明 欲擒故纵 激将我 对我来说都是屠额 生生 啊 啊 傅子言 你要算不算个男人啊 我去公司处理事情 你在家里给我安分点 又没看到 我到底有什么时候才能扒在他裤子吗 又没看到 我到底有什么时候才能扒在他裤子 大少奶奶 刚才大少爷公司打电话过来 让你把文件送去公司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 傅少 我刚调查了一下 邵夫人跟邀岳 并没有缺席的关联 长得那么小 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联系 可是调查结果确实是这样 知道了 出去了 是 进 沐总 这是你要的卡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因为我是新来的呀 沐总大半年都没在公司 自然不认识我 沐总 咖啡要趁热喝 我喂你啊 不需要 下去 沐总 沐总 沐小五 沐总 咖啡要趁热喝 我喂你啊 不需要 下去 沐总 沐小五 我博城 你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是来给你送文件 但现在看来 来的不是时候 先走了 哎不是 你误会了 这没有问题 我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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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老婆 家 謝謝你 故意的 老公 你沒事吧 我剛才不是故意的 老公 既然來了 就別想走了 你究竟是誰 一個你惹不起的人 是嗎 那我再要看看 這怎麼被惹不起的罰 這兩粒 疼吧 有個事你就放開我 回答我的問題 我自然會放開你 為什麼殺傅斯林 是不是因為他是天一 什麼天一 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還給我裝傻 啊 還給我裝傻 啊 顏色 顏色 沒什麼 啊 別打我 我什麼都沒看見 你們不要殺我 別碰我鼻子 別打我眼睛 啊 你這個女人是瘋了嗎 你這個女人是瘋了嗎 你原來找的是我 你也管叫什麼 當然是好玩呢 我再問你一次 不自然從到底是不是天一 就算你殺了我 我也還是那一句 聽不懂 給你喉嚨也不懂 你就別怪我了 快來你救救我啊 我會被打死啊 啊 少夫人 那個女人快要傷我 你快抓住他 少夫人 你沒事吧 沒什麼事 就腳受了點小傷 我跟副少 剛剛不小心被我打暈了 副少 你沒事吧 我怎麼暈過去了 副少 我剛打她的時候 不小心把你給打暈了 副少女真是越來越行了 副太太 真是越來越行了 老公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剛才純粹是作為妻子的本能反應 每個妻子都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老公 跟別的女人 親密 是嗎 沒想到跟葉小姐才認識了兩天 就對我這麼情根深重 副少現在知道也不晚呀 你分清意願吧 不需要 這麼點小傷 還死不了 那個女人傷到你了 沒有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副少 我都說了 剛才是我討好 不小心扭到的 真的沒事 是這嗎 啊 好痛 你不說沒事吧 一點點 素心 備車去醫院 副少 我都知道沒事不用去醫院 副少廢話 讓你去醫院 副少 那這個女人怎麼辦 這種事還需要我教你嗎 給你一個小時 帶上她的秘密 去醫院找我 該死 剛才沒能把那個女人直接殺了 換一她把我回公了 事情交代出去就麻煩了 我猜猜情況怎麼樣 奇怪 這沒有任何情況 而且 她韌帶也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問題 對啊 怎麼可能 她都疼得叫出來了 你看不見嗎 詠怡 啊好啊 好疼 可是 副少 這根據檢查結果顯示 確實沒有任何問題 行了 先出去 好 葉小姐演技這麼精湛 可以考慮去進修一下 演員這個職業 不然是真可惜了 你的演員天賦啊 老公 我腳是真的疼 不信你摸 行了 別妄 我真的沒有妄 是真的疼 一定是那醫生沒檢查出來 現在很多醫生啊 都不是真材實料的 好疼 是嗎 好疼 好疼 既然知道她 下次再遇到這種情況 就先動一動腦子 別部分情況就往上衝 我都說的是一時衝動 而且事情已經過去了 副少女就別像和尚念禁堯 碩碩碩了 葉京婉 你別不只好 署長 那個女人你就招了 我已經帶過來了 碩碩碩 葉京婉 你別不只好 副少 那個女人你就招了 我已經帶過來了 把人帶進來 是 糟糕 這女人一起又不能說出來 我不能讓她說出來 不 是誰派你來殺我 很重要嗎 你不是早在你身邊 是上個寶貝 什麼寶貝 你想到 傅少莊小聰那個本事 比我還強 我說的房貝 自然是指你身邊的傅太太 你這個玻璃精 少在一條玻璃劍了 是誰讓你來自殺我老公的 你要是不說 我就讓人把你送去局裡 我這樣的人還怕中橘子嗎 傅太太 只是又想拿什麼嚇唬 我可沒有嚇唬你 宋助理 把她給我捆起來 送去調查所 等等 老公 他這個人就應該把他送去調查所 怎麼能讓你親自動手呢 事關我的生命安全 必須調查清楚 倒是你 這麼著急把人送進調查所 是不是真太急切了 我這玩意是為你著想啊 究竟是為我著想 還是在掩飾什麼 究竟是為我著想 還是在掩飾什麼 傅思營 你別太過分 我這是關心你 你卻因為這個女人一句話 你就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什麼 不是 我問你 你剛剛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勸你說話的時候給我想清楚 路人 我能必讓你活到天黑 說啊 把你知道的 都說說 你沒有什麼 我只是想利用傅太太逃走 她有意調過你們的感情 你確定 傅思營 他都這麼說了 你還是不相信我 好 就連這樣 我就沒有繼續待在這了 我先回去了 這 不少 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不嫌我醜 不嫌我哀眼了 我送你們去 不敢麻煩 對你挽機的不少 你這幹嗎 你放開我 別吵 不要亂動 雞團還有點事情沒處理完 我現在要回去一趟 你在家好好休養 沒什麼事的話 不要再隨便出門 等一等 不能讓他走 我跟他那點殺手的事情 他很快就會知道 必須再釋放 我不如見查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我而找的天鷹 還有事嗎 都已經中午了 吃了午飯再走吧 我已經叫下人把飯菜送上來的 不需要 來了 去忙吧 餵 那個女人這叫不說的吧 是 他除了共處是夫親陪的人 還說少夫人不大有身手 而且非常不意外 剛才是少夫人在威脅他 行 我知道了 說 我行 那你先行手 老公 吃完飯菜已經送上來了 吃完飯再走吧 好啊 這能乃是熱的 老公剛好可以喝 畢業小姐什麼時候突然變得這麼香 我一直以來都很鮮惠 只是跟老公接觸的少 老公不良就我罷了 我對你還真的 不了解 嗯 我對你還真的 不了解 我對你還真的 都不算是 父上如果你不想喝大可以拒絕 不過掉了個杯子 也值得葉小姐這麼大脾氣嗎 掉杯子是小事 不過你剛才那一下 本明是故意的 只是單純的手法 再說了 喝另外一杯不也一樣 好 那喝吧 那喝吧 這男人我仍以心中 還好我剛才給的是沒下藥的那杯 葉小姐這麼貼給我 是在裡面給我下藥了 沒錯 你沉著呢 我這不是怕 富少 不行了 容易啊 偷偷在裡邊 將了一點 就你 一盞 雄風 如果 富少怕死的話 那就別喝呀 以後 別動不動就說一個男人不行 那是自身問題 又不是我說不行 就不行 我倒要看看他接下來 會不會出手 好 葉小姐這麼著急幹什麼 不是你說在裡面放了藥丸 不趁熱 試試藥效 這藥效也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葉小姐不會在關鍵時刻 怕了吧 走 葉小姐不會是關鍵時刻 怕了吧 富少 你在說什麼呢 我才不怕呢 你緊張什麼 我是第一次 不如富少那麼身經百戰 自然會緊張些 藥效怎麼還不發作 不用緊張 我也沒你想像中那麼粗魯 是嗎 那我就先謝謝富少了 我可不希望 我第二天下不來窗 如果葉小姐需要的話 我不介意 讓你下不來窗 好啊 那你就試試吧 他難道是來真的 好啊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富少 富少 你睡著了嗎 既然睡著了 那我就看一眼了 那我就看一眼了 富斯燕 今晚你就讓我看個明白吧 好啊 葉小姐是要看明白什麼呀 葉小姐是要看明白什麼呀 你沒事著啊 你果然在水裡下了安眠藥 安眠藥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還在撒謊 富斯燕 你先放開我 你弄疼我了 現在可以出了吧 你家進富家靠近我 到底有什麼目的 還有 你三番四次想脫我衣服 又是為什麼 說 我沒有任何目的 那你在我辦公室 是怎麼將那個女殺手制服的 難不成 是她自己弄的嗎 我沒有支付她 是她自己不小心傷到的 你還不承認 我沒做過的事情 為什麼要承認 是你親眼看到了 還是監控拍到了 那個女人親口指貌 就給你打上了 那你怨你威脅 不准她說出來 夜靜晚了 夜靜晚 到底這件事情 可是看了你 你別說這麼冠冕堂皇 你從一開始就不信任我 你討厭我搶走了 搶搶月的位置 所以那個女人說什麼 你都相信 你一再試探我 一會兒裝睡 一會兒丟杯子的 那是因為從一開始 你就對我脫毛不軌 我脫你什麼 你脫我 脫不出來的吧 克思耶 虧我有時候就連想了冷靈一樣 我真是瞎了眼 才覺得你這人還不錯 與其不信任 那我離開好了 我沒那個意思 副手 還是別拉著我 我怕我心生妄想 像我這樣的身份相貌 高攀不起你副手 更高攀不起你們副家 夜靜晚 大晚上的 別作了 作 你說我作 那是因為是委屈的不是你 我就不該妄想 把你這塊石頭融化 離開吧 夜靜晚 給我站住 是我已經開過了嗎 我還不跟上來 要我 我現在回去 不想 我現在回去多丟臉了 還是假如有事回去 要不然完成不了任務 再想回去就難了 等等 夜靈良 把衣服戴上 謝謝富少 可惜你 讓手 讓手 屎 屎 我 我 不信 派人一邊的道夫人 別人拿出口 夜靜晚 等你冷靜下來 我等你走 我 也沒有 讓你 不打給我 這個男人 不會真就順水推舟 要跟我離婚吧 啊 啊 明明跟瑶瑶不是一样 为什么我总感觉她那么熟悉 是傅太太吧 这是您先生送给你的花 我先生啊 微信好友接受一下 这男人居然跟踪我到这了 谢谢 啊傅太太您先生送你的花 夜今晚差不多就行了 凭什么 谢谢 傅太太 傅先生又给你送好了 能别让她送了吗 我满屋子都是花香 我都快被熏死了 这这可不是我说了算啊 谢谢 啊 啊 来了 这么快又送来了 你是谁 哦 我是另外一家花店的 傅太太 不少这次送的花 花香别就一个 和刚刚的都不一样 你可以问问 有什么不一样 我又没得到 你在花上放了药 你在花上放了药 没错 有人想见 跟我走一趟吧 不得 你 醒了 傅静靠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来找你跟傅思彦报仇啊 傅思彦那小子 实在是你没机会 就只好来找你了 傅钦佩 我劝你最好冷静一点 傅斯坦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怎么冷静 你看看我这条腿 医生说 我这条腿一辈子都断了 就算好的也只能是个瘸子 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的 丑八怪 都是你害了 要不是你 我这条腿也不会断 傅斯坦也不会把我 赶出傅氏集团 傅钦佩 你根本无法坐稳 傅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坐不坐稳 不是你说了算 傅斯坦把我弄成这样 我就要他死 给他打电话 我没有他号码 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没有你男人号码啊 就算有 我也不会打给他的 好 那我给他打 你别打了 傅斯坦他根本不喜欢我 他是不会来救我的 你别打了 傅斯坦他根本不喜欢我 他是不会来救我的 会不会 事实不就知道了 傅钦佩 我确定事情还没有花时间 不要把事情做太绝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要闭嘴 喂 傅斯坦 你的女人性的在我手里 如果你还想让他活着 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 给我来信 你别伤害他 那就看你能不能准时到达 鲁然 我可是会撕票的 傅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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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傅斯坦绑走列警晚 你去安排一下 通知警方 傅斯坦那边我先过去 可以 列警晚的身手绝对不一般 你先别着急 别配火 你只管知道就好 是 我早就说过 傅斯坦 他根本不会来的 那可未必 听他那口气 也不是完全不在乎呀 傅清沛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傅斯坦 仅仅只是因为 他把你赶出傅氏集团 跟挡断了腿 傅清沛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傅斯坦 仅仅只是因为 他把你赶出傅氏集团 跟挡断了腿 当然不是 我恨他 只要有他在这地方 就没人追到我 所以他必须得死 然后你就一而再再三想杀他 你说的不错 我把你绑过来 无非就是为了引他出来 本来呢 本来呢 我是不如想杀你的 可昨天 谁叫你敢那样对我呢 你真是个牙子病爆的疯子 你才知道 完了 说句实话 今天不管他来不来 你都死定了 这可未必 你敢不敢 把我的绳子解开 试试 解开 你当我傻 傅二少不敢解开 难道是怕我一个弱女子 对你做什么吗 就凭你 还想双双我 既然傅二少不怕 怎么不把我的绳子松开呢 好 老子就把你的绳子解开 老子倒要看看 你能怎么双双我 二少爷 还是别解开绳子了吧 选择麻烦 闭嘴 老子坐视轮的到你来指手我叫 你 手把怪 你要干什么 手把怪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想看我解开 是什么样子吗 我现在 叫你看清楚 老大爷 叶俊环 你 傅二少刚才不是平拽的吗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扯不快 你到底是谁 给你一次机会 把全面三个字给我拿掉 张大厂 不要让人说了呢 拿掉 叶俊环 你别让我有机会 把老子弄死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 现在谁才是死定的那个 叶俊环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你 看在你刚才放过我一次的份上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我把你脖子抹了 第二 我让你永远做不成男人 选吧 你敢 我生平啊 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那我现在就要你看看 我敢还是不敢 我生平啊 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那我现在就要你看看 我敢还是不敢 叶俊环 你干什么 叶俊环 你瘋了 叶俊环 傅二少 这才刚开始呢 我可不是每一次都会射偏的 叶俊环 这怎么杀你 那你试试 差点就中了 看来我还是记忆不惊啊 心没事中 还把我们傅二少 吓尿了 你吃饭 你要啥要快去挂你 不要再靠我 那我就 成全你 那我就 成全你 怎么样 方二少 我真的还算准吧 看来还不够啊 今天还有力气骂人 那我就再给你放放血好了 啊 停下 啊 今晚 今晚你在哪 别动 好烧了你 你动我下试试 今晚你没事吧 怎么就在一个人 啊老公 他打我 他把我新拖指甲给弄断了 你说什么 老公快救我 接着 咱们在这掩饰吧 咱们在这掩饰吧 老公 咱们在这掩饰吧啊 老公 负心培 立刻放了叶丁丸 有什么事 你冲我来 冲你来 那你就别给老师 绕绕绕弯弯弯 现在立刻给我 救到一条腿 否则 我现在就打死叶丁丸 这个剑人 傅琴培 你在找死吗 傅琴培 找死的是你吗 傅琴 你别听他的 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 我让你活着离开 闭嘴 接着 老子把自己闭上 傅琴培 我警告你 这样放了我们 你还敢威胁我 还以为是刚才我被你 骑在身下的事吗 那你现在就杀了我 好了 那老子现在就成群 免得一会儿都更麻烦 你别吓他 那你现在就自断一条腿 你是断 还是不断 不再哭泣 我们的爱 不行 傅琴 过了就不再回来 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 你给的温暖 我断 我断 傅琴 你是疯了吗 你怎么相信傅琴培 说的话 你是我的女人 就算她的话不能信 我也不能放弃让你活下去的一丝机会 这话听得真让人动容了 别说女人听得心动 连我都要信了呢 少废话 你不是让我断腿吧 我答应了 立刻放了他 那就给老子断了 装模作样耍老子呢 傅琴培 你如果不想死我 放我们离开 要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的命的 那在你要我命之前 先真让你给看清楚 你的男人 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 我 呸 我的好大哥 动手就快点了 再不动手的话 你手上这把刀 我可就要挂在这个女人脸上吧 这女人本来就丑 要是再挨上一刀 可就比死了还难受吧 好 郭贝燕 做啥 你一向苦地笑 哇哦 终于挣脱做 爱的 求老 这女人简真的这么难打 这女人简真的这么难打 走不快 你别过来啊 走不快 你别过来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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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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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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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让我离你远一点 像你这种心神神怒的人 连自己心胸地都藏了 你就不配活着 别动了 别动 再当我就要死了 把死了正好 警官 我求你放在我这次吧 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吵你跟傅思叶的麻烦了 啊 穿我作用 你也会相信吗 啊 啊 说不出真的啊 这是报告我之后啊 我立马宣布 脱离父家 再也不跟傅思叶争夺家出的卫生 用不着 小心 你也不跟傅思叶争夺家出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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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天忆 你快走 别管我 从这里出去之后 往南分堡 送信在那边 你别胡说 我是不可能留下你走的 淳于 快走 他们手里都有枪 就算你身手再好 你根本打不过他们 快走 快走 傅思叶 傅思叶你醒醒傅思叶 傅思叶你醒醒你醒醒 看小老子 你是下律师吗 你找死 傅思叶 傅思叶 我说过 你这种人不配活着 别吵 崅欣思叶 傅思叶 你一定要夿主 我先去带他去愿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傅思叶 你一定要撑主 我先去带你去医院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先去带你去医院 等一下 当然我不 我刚才就应该马上离开的 我带你走 我先带你走 不信你不准死 你听到没有 我也不想愁 可是我帮你一睡 你就不信了 你不准睡 你知道吗 知道了知道了 不思议 其实我一直瞒着你一天去 其实我不仅是救你那一夜 我还是天王组织 重要成员 不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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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师父 也是 他 不思议 不思议 姑娘 不思议 正كل 不然不自然 我一定会得给你找到 我一定会得 我现在没有人家 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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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不自然 眼泪是新的梦 不自然 护士小姐 我老胡肤心 她现在怎么样 肤肇手术很成功 只是现在还陷入昏迷 正在你隔壁病房休养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认为你死了 你要是死了 我这辈子都没原谅和自己的 是蝴蝶的翅膀 是蝴蝶的翅膀 那你找到父亲陪了吗 没有找到 好 当时我们在公路上 找到你跟正常的少爷时 跟警方去了你出世的地点 发现那里只躺了一个人 只躺了一个 是 少夫人 你为什么突然好奇 只有一个人 难道是我忽略什么了 重新 会不会发现 被我沙子在那儿的 父亲陪跟手下 没有 我只是好奇 当时我跟傅思彦逃出来的时候 傅清陪在那里还好好的 可能是他们意见不合 发生了争执吧 你说的对 放心吧 少夫人 我跟警方已经派人四处寻找了 一定会找到傅清陪的 傅清陪没在那儿 难道是没死 怪我当时太担心傅思彦 没去检查 姚月 你昨天说要离开霍甲 为什么现在还没回来报到 抱歉师姐 昨天是我的职务 傅思彦的身份 已经彻底调查清楚 他就是我们的转型天一 抱歉师姐 昨天是我调查失误 不定的身份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天一 既然已经查清 那我现在派人去接你 早点回来复明 组织不能没有你 不接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我 现在还不能走 这个我理解 那等你处理好一切 再回来报到吧 好 好 夜今晚 你答应替我嫁给傅思彦 果然没来好心 看我不先插你的假面具 让你从傅太太这个位置上滚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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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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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七婉 你个丑八卦 你这样敢打我 我不仅要打你 我要毁掉你这张脸 让你这道惹怒我的下场 我记得 你每天都要去美容院保养吧 一年少说在这张脸上 也得花几百万吧 叶七婉 你别乱来 我不乱来 我呀 就是在你脸上 花上那么几道 让你也挺一下 被人叫丑八怪的感受 叶七婉 你敢动我的脸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花孔雀也有一天要发飙 真是让人害怕呢 醒了 如果真想保住你这张脸的话 就把我妈的骨灰盒交出来 不然 不只是你这张脸 就你龙的假胸 天的假屁股 我都一点点给你挤抱 我不会给你的 你要再敢动我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让我妈杀了你妈的骨灰盒 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反了 真是反了 快来人 把这个丫头抓起来 快 快去医院把大少爷找回来 快 翔泽 老夫人 我之前一再忍受你 是敬祝你是一位长辈 可不是怕你 我可是傅老夫人 你敢动我 这可未必 老夫人 把小远回来了 老夫人 把小远回来了 今晚 你没事吧 老公 史燕 你来得正好 刚才这个女人啊 对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太婆 动手 快把她赶出傅家 什么 奶奶 你说她打理 对呀 她刚才三拳两脚 快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拆了 我没有 老夫人 你不喜欢我 赶我走就可以了 干嘛说这种话冤枉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哪一句话冤枉了你 你说我打你 明明是你让那些下人 对我又打又捏 老公 你看 这些都是老夫人 让下人打的 怎么进出这样了 好疼 史燕 你别被这个女人迷惑了 我可没让下人碰她 你没碰我 那我这些伤 哪来的 你说没碰我 那我这些伤 好端端的 怎么来的 都是你自己掐的 老公 这些都是老夫人 让下人打的 一位老夫人 听老妹妹燕西 说的有的没的 就特地让副管家 把我从医院喊过来 一进门 他就让我跪着 我不肯 他就要下人 动手打我 贱人 你竟敢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这些伤 就是最好的证据 奶奶 她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不是 我是你奶奶 你跟这个女人 才认识几天啊 她的话你也能信 老夫人 凡是要讲究证据 你不能仗着 是家里的长辈 家主 都这么欺负我吧 好个夜景啊 你竟敢倒打一耙 老夫人 你刚刚不是说 你腰都快断了吗 怎么现在 好端端的 直起来了 我 老公 你看 我根本就没有 伤害老夫人 老夫人腰 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老夫人 想骗你把我赶出去 装的 贱人 我现在就 奶奶 今晚是我妻子 她救过我 我说过会保护她 却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她 更何况 你还诬陷她 我承认 我刚才是装的 但今天 我老婆子 把话撂到这 这个女人 必须离开副家 老公 不要 你不要跟我走 老公 不要 不要跟我走 你这个丑狐狸 竟然敢迷糊我孙子 信不信 我现在就派人 把你丢出去 奶奶 够了 石燕 你居然为了 这个心怀叵测的女人 这么跟我说话 嘘 奶奶 你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就先回去休息吧 你疯了吗 竟然信这个丑八卦 而不信我 难道你没有感觉到 她嫁给你 是一直对你 图谋不轨吗 老夫人 你说我图谋不轨 我都思念什么 我怎么知道 你图谋什么 但你会武功 你还打伤了 这么多下人 这么多眼睛看见 你还想耍赖不成 他们不是我打伤的 老夫人 你不能这样的人多 就不停地 往我身上泼脏水 好你个夜今晚 但真是我小看你了 奶奶 夜今晚是我妻子 即使你再不喜欢 这一点也改变不了 再说了 当初不也是你逼我去的吗 师爷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够了 奶奶 这些是我的私事 还请你别再插手了 来人 送老夫人回房 你 你 你欺负我了 那正好奶奶 接下来几天 好好休养休养 好 好 我们走 妹妹 你刚才砸了我妈的骨灰盒 就想这么走了吗 妹妹 你刚才砸了我妈的骨灰盒 就想这么走了吗 姐姐 你刚才砸了我妈的骨灰盒 你说什么呢 什么骨灰盒 我妹妹刚刚当着我的面 砸了我妈的骨灰盒 什么 你敢砸我岳母的骨灰盒 不是我不是 是 是夫人让我这么做的 老夫人都是听了你的挑唆 要不是你说骨灰盒 可以让我乖乖听话 老夫人怎么会知道 我妈还有骨灰盒的 没有 夫婶 你别听这个介意胡说 我胡说 这么多人看着呢 妹妹 你撒谎 也得找个没有那么 变脚的理由嘛 你说 我妈的骨灰盒 是不是叶小姐砸的 是 是 小小叶姐 竟敢拿我傅家弄事 我看你们叶姐 是不想再寒成混了 夫婶 我是砸了骨灰盒 不想 大家都是叶金婉逼我的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 变成我逼你的了 丑办 叶金婉 你打我的事 这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你说我打你了 打哪了 脸 他打我的脸 夫婶 你看看我的脸 一定还有痕迹 夫婶 你看看我的脸 一定还有痕迹 脸上什么都没有 当着我的面还敢砸我 不想活了 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想要打人不显伤 彻点说法还不简单 夫婶 你看清楚 他刚才打了我好几巴掌 怎么会没有痕迹呢 还敢明目张胆地欺骗我 你想死我吧 不是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仔细看看 妹妹 你这么喜欢撒谎 说我打你巴掌 那我教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巴掌 臭八怪 当着夫婶的面 你竟然还敢打我 我跟着黑了 找死 男人 给我打二十巴掌 打完之后丢失福家 以后再带福家看到这个女人 劲一次打一次 我知道错了 我求你放过我吧 动手 等等 姐姐 你快求姐夫 让她放了我吧 把我妈的骨灰盒还给我 骨灰盒 我放在家里没带过来 我先回去 走火家人给你送过来 用不着 骨灰盒我自然会派人去夜家药 立刻把他给我拖出去 打 孟灰盒 那个手包包就是骗你的 他真的会公布 他嫁给你就是居心不良 立刻把他给我拖出去 打 孟灰盒 这一手八怪 他就是骗你的 他真的会公布 他嫁给你就是居心不良 你 傅思燕现在是不是又对我起疑了 送我回房 我要不先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还死不了 我现在叫医生来家里给你看一下 等一下 怎么了 你手致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然是傅老夫人 她果然有情 但现在肯定不是突然说出来 还是等两天找个合适的时机再说吧 你确定 确定 你最好别发谎 不然的话 不然傅少 要杀了我 你说呢 我觉得傅少不会 那你大可以试试 下个礼拜 我奶奶会为我办一场 我病愈后的回归晚宴 我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女伴 到时候你跟我去一趟 晚宴 怎么 你怕自己瞅得见不得人 怎么 你怕自己瞅得见不得人 傅少都不怕我瞅得见不得人 我有什么怕的 翘蛇如火 傅少 我不是有意向你引来我的身份 等过几天 我一定都会把这些告诉你 妈 天哪 是谁给我宝贝女儿打成这样 快告诉妈 我现在去找她算账去 是叶星婉那个丑八怪 什么 她竟然敢把你打成这样 妈 叶星婉那个丑八怪一点也不简单 她不仅打了我 她还会功夫 她怎么可能会功夫啊 是真的 她十岁就离开了咱们家 去了外面的技术学校 根本就不怎么跟我们接触 谁知道她在外面干了什么 知道也是 我听说 傅思彦这次受伤住院是因为叶星婉 但是 绑架的人都死了 我怀疑他们十有八九 就是被叶星婉给杀的 很有可能 我马上派人去调查 如果真的是叶星婉杀的 那傅思彦肯定不会再要她这个长得又丑 又满嘴谎言的骗子 妈 那你赶快去调查清楚 我现在就去 叶星婉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调查清楚真相 到时候 我看你还能不能坐稳傅太太这个位置 东西收好了 等一下找你拿 好 你把什么给了服务员 秘密 少爷调查父亲陪的人 您再试试试等您个多小时 您要不要亲自去见一见 你自己先转一转 我多会回来找你 好 好 这不是傅少的新婚妻子叶景婉吗 这傅太太为什么戴着面纱呀 听说这位傅太太长相极丑 戴面纱估计是为了遮盖面貌吧 叶景婉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把你之前欺负我的全部加倍讨回来 叶齐 怎么了姐姐 撞到人也不说是抱歉的吗 你在这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找你报仇来的 之前你那么欺负我 今天这里这么大的面会 我怎么能做报复的机会 报复我 你有这个本事吗 报复我 你有这个本事吗 之前我没有 但现在绝对有 我警告你 今天是傅思燕的晚宴 如果不想死的话 最好给我冷十点 怎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还想打我吗 傅思燕就在这附近 那今晚你敢当着他的面对我动手 看来你还真是要死啊 说的真是吓死我了 说了 这次死一定是你 在场的诸位 有没有人想看一下 那么傅太太的面纱下 究竟是怎样的一张脸 想 傅太太 你就摘下来 来给我们看一下呗 傅太太 你就摘下来呗 是啊 摘呗 姐姐 你看 大家都这么热情 不如 你就揭开面纱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野妻 不要一再表彰我忍耐的极限 姐姐 不过就是让你揭开面纱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怎么就说的这么严重 傅太太 你就摘下来吧 是啊 摘了 摘下来吧 我这个姐姐害羞 你们这么说 她肯定不会摘的 不如 就让我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臭八怪 不如 就让我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臭八怪 你这么丑 我听说附上的妻子很丑 没想到竟然如此之丑 就是 附上这么完美的一个男人 竟然娶了个丑八怪 看错了 真是造孽 对呀 简直就是造孽呀 野奇 怎么了 你既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 好你个夜今晚 你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吗 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从这里滚出去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把我老婆 这里赶出去 附上 叶奇婉她刚才 我的女人 也是你能羞辱 没事吧 男人 把她给我偷出去 你 王上 你不能这么对我 放开我 中伤 老夫人 您终于来了 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狐狸精 别敢在我父家的地盘上嚣张 原来 今晚是我妻子 什么妻子 她也配 叶奇 你刚才不是说跟我有话在这说吗 现在就大胆的说 好 奶奶 您怎么能容许一个外人 那刺激机会你孙媳妇呢 你一个杀人犯 也配中我的孙媳妇 老夫人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我身后的这个男人 就是最好的证人 是 敬他 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杀他两个男人 不是 救了他 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杀他两个男人 不是 救了他 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杀他两个男人 你说什么 事业过多都运了过去 哎呦 他有枪啊 以后他有关事了 他可以关事了 今晚 他说的都是真的 事业 事到如今 你还在犯什么糊涂 这个女人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犯 对啊 父上 我早说过 野晴婉这个贱人接近你分明是不怀好意 现在你终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吧 你给我闭嘴 该闭嘴的人是你 老夫人 这件事情跟司业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当然有 因为你打的是我老公 还有 我不是下人凶手 姐姐 证人就在这 你还在这里门口谎言 让外面的居然关进来 你还在这里门口谎言 叶小姐 我们收到举报 你涉嫌故意杀人 请跟我们走一趟 请跟我们走一趟 姐姐 会跟他们走吧 富少的宴会还得继续 就别留在这儿 今天会起 你还真是迫不及待想让我死 姐姐 你说什么呢 我只是希望 做一个正值的好人而已 好人 这两个字也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简直可笑 这么手心机率让我死 真是难为你杀个苦心了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你找的这个男人 根本无法证明我杀了人 叶金婉 我知道你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才这么说的 但做的 就是做的 你就不用在这里继续狡辩了 到底是谁在狡辩 这个男人当天明明在赌场赌钱 根本无法出现在你说的地方 你 妹妹 用信人的时候 还要讲究点脑子 你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把我给你的东西拿上来 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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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男人当天在赌场上赌钱 欠债的巨额赌债 还有他印鞍卡各项进上流血 我可以证明这个男人是收情办事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我可以叫一个元的人来证明 他当天 就是在赌场赌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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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安关先生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 你公然将我靠住 我完全可以告你假公济私 是伤害我的名誉的 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 不能减不能减 他这些资料是假的 这些信息千真万确 你凭什么证明这些资料是真的 因为我是天王组织的高级成员 姚月 手上握着的都是全球最新密的信息 只要我一句话 就能拿到你最私密的信息 姚月我在网上见过一次 人家可是被评选为全球第一美女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贱人 那你就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姚月 你是不是姚月 我到底是不是姚月 我不是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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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闻我 那你就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姚月 我到底是不是姚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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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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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